李雪晴 管理局 清純, 王宏先生 下位是李雪晴 長官 謝謝 長官 我其實有一個重點 我在香港大學教版權法 我希望大家有一個持平的態度 去看今天這個版權條例 但是很不幸我發覺 我都學會大家 由6月3號開始 我發覺誤解已開始 這個誤解就是大家都以為這個法例就是將惡搞,所謂惡搞形式化 這個其實是一個誤解,我要解釋,為何是一個誤解,要澄清它 第一,其實重點不是在惡搞 如果大家有時間,有興趣,有心機去研讀這個版權條例2011的話 它裡面從來沒有用過惡搞或者類似的字眼 它只是用一個很中立的一個字眼,就是傳播權利 而為什麼要用傳播權利呢,就是因為大家都指出了 因為現在互聯網和日新月異的科技,令到我們有不同的方式去溝通 所以現行的版權法裡面,那個字眼可能不夠追上時代 所以我們要加入這個叫做傳播的權利 希望可以令到不同形式的溝通都有可能是受到一個規管 第二,規管是不是一定是壞的呢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有時間去看這個修正條例裡面 第118條,括弧8b的話,就會發覺 其實這個提出的修正不是沒有上限,不是一個絕對的規管 因為它裡面有說到,其實在兩個情況之下才會是刑事 第一就是當然是牟利或者是商業的用途 大家似乎今天都不是在說那樣東西,是說一些純粹是可能得淡笑 或者是大家為了娛樂,其他人去做一些大家覺得沒有太大的傷害 比如改動一些相片、歌曲、電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條文裡面,如果大家有時間看看 條文裡面是有很明確地列出一些法庭可以參考 但是不是一定要參考,即不是局限性 而是只不過是建議性的一些考慮因素 那些考慮因素呢,我也都參考了政府的文件 我就發覺這些考慮因素其實是由案例得出來 也就是不是無中生有,是有根有據的 案例包括陳藝鳴,包括《古惑天王》的一個案例 那我很想指出,《古惑天王》其實是政府想針對的情況 而不是惡搞,分別在哪裡呢? 如果大家記得,在《古惑天王》裡面 它是將三套電影用BT的方式去跟大家所謂分享 但是分享得來也就是說,分享者是不需要給一分一毫就可以看到那套電影 也就是說,間接損害了版權擁有人的利益 但是所謂剛才大家指出的惡搞未必去到這個程度 因為我惡搞得來,大家覺得很好笑 但很好笑之餘,不代表我因為這樣而不去聽這些加解的原裝那首歌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一個誤解 也都希望有更多機會讓我們去澄清這些誤解,謝謝 謝謝 謝謝